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視頻可能會有點短 因為 分享的內容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 這一週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 上週日的感動 上週的話我們教會當中 有一個受洗的儀式 然後這當中 有12位弟兄姐妹 他們就是 進行的受洗 承認耶穌是他們 生命當中的救主 然後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一個弟兄他的分享 然後 這位弟兄當中 他說的是 在他這個 成為一個基督徒的過程當中 他學會了 去如何去關心比自己 弱的人 以及去學會了在謙卑 在各樣的事情當中 這讓我想到的是 在我們屬靈的生命當中 我們要更多去關心 屬靈生命比較 弱的弟兄姐妹 比如說是在 我們在小組當中牧羊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更多關心一下 他們在屬靈方面的 屬靈生命上面的成長 有時我們的一句話 可能就會拯救一個 在基督裡面 失散的靈魂 還有的是 我們要懂得去謙卑下來 不能驕傲的在各項的事中 真的是 嗯 聖經當中有這麼一句話這樣想 就是說 你應該去 保守你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國效都是由心而出的 真的是 真的是 呃 當你去 呃 用你的心去謙卑下來的話 真的是 你會覺得 你 之前那個驕傲的自己 就 就真的是 消失掉了 真的是在主的幫助下 你之前那個驕傲的生命 真的是會慢慢的 削弱下來 甚至沒有 嗯 這週的分享會比較短一點 因為上週的話 呃 呃 每個 12個弟兄都有他們不同的故事 但是 呃 就只有這位弟兄他講的幾個點 會讓我比較印象深刻一下 所以說 呃 沒有讀太長的時間 也 希望在 下個禮拜 也會有更多更多的分享 與大家 謝謝 然後 伊术愛你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